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的 各位前前 大家早安 邪院家人们 大家早安 好 叶丽讲师 早安 邪师早安 家人们早安 谢谢 大家欢喜来读圣训 当清晨的钟声敲响 唤醒我沉睡的心灵 一天的早课即将开始 学院的菩萨们陆续上线 一切都是自动自发的精进 大家欢喜来读圣训 让我一次次与先佛更亲近 感谢先佛教导我幸福的道 给我汲取太阁正能量 让我全身充满太阁元气 这是幸福满满的修行功课 也是心灵提升的美好资良 愿一切都平安吉祥 愿世间都和平安康 感恩上天的慈悲 好的感恩上天的慈悲 那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是 孟子圣训的充实而有光辉之味道 那这个是本单元的第四句 我们已经写了可义之味善 有诸己之味信 充实之味美 那上次讲到充实 就是充实一个人的德行 那充实之味美到一个层次 就是充实而有光辉之味道 我们把昨天的信中训再复习一遍 充实之味美 信中训 道不称名称德章 抵自立行显规章 做得日修真实善 人为己任寻一方 使交且令仪和赏 千冲置目则可当 细之寒厚根不错 美在其中内寒光 身系金轮框天下 圆满就尽上圣堂 成就圣格得嘴也 与日夜同光 今天我们要来到的是 无为福化真君的慈训 还有蓝彩和大宣的慈训 还有激公佛佛的慈训 还有通玄妙集真君的慈训 这四位先佛合起来的一篇 充实而有光辉之味大的慈训 好我们在场的先把 殉忠训一起来读一下 充实而有光辉之味大 殉忠训 充实之美清分义 帅至尾和刚大禀善一 和顺居中居善信 静亚天修得慧贫雅集 海寒春玉雍容度 因伐花外滋润畅世之 上至下求达天道 至尘贯通养天地正气 直去探本源 透析中指花为深入体 气力公至厚 千柔错锐 从得修特仪 佳言义行唱 俯人左翼 清洒义旷眼 日圣尽其得 习民正位 激上真如风 魂属同光中 固结同志 固结明智 全权仅独间 统言佩命 祭圣将为之序 祈贤未发之密 能尽其弊 此道得花扬光大已 好 先来了解一下他大概的内容 来文师帮我们先读 先读一下 前年一位宏道真如 具有充实德性之美 展现在清分美好的高尚品格 志向远大之坚实 刚大成性合一之刚柔并济 害和顺心 积得手中之之人善性 其次 具有充实德性之美 可敬带天降的福禄 由于德慧兼修 秉格自然高雅极 修怀海寒春律雍容度 其三 充实德性之美 亦能英华发于外 此润刺四肢 房中通离 正位肢体 上至下囚达天道 其四 充实德性之美 可以制成贯通天人 赡养天地正气 直逝看生命本 不好意思 谷国全前贤 麻烦请关麦克风 谢谢 发为深入性体 体力公自后 好 小兰帮我们继续读后面 来 其物 充实德性之美 自然展现 千柔脆弱的气质 从德修身 去除恶喜 常说佳言 替唱一行 已有苦人尊一行 清净洒脱 亦尽旷远 日圣俊齐德 齐六 充实德性之美 足以承接正位 居高尚 真如风 何光同存以度重 故节明智 真至诚恳于严谨 圣读 永远不忘遵循天命 既圣至于将为之序 喜贤未发之密 能尽取品 使道德发扬光大 好 这个内容非常好 在谈德性充实的人那种美 那我们现在分开来一段段来了解 好 充实之美 清分义 这个义就是收集了 这个 所以 我们前面讲到一位 宏道的真如 那宏道真如的特色就是 具有充实德性之美 那有充实德性之美 它展现出来那种给人的感觉 那种气质气度 就是在清分美好的那种高尚品格 那种志向眼大的坚持 还有 肝大沉静合一的那种肝柔病剂 还有 那个全身充满着太和炎气 这种太和啊 能够让一个人非常的顺心如意 因为和和和气气的嘛 比较不会跟人家起冲突 事情也可以心平气和处理的更好 所以叫做太和顺心 基德手中之基人善行 如果我们想要修这个德啊 一定也要先修这个和 要跟人和和气气的 从跟人的互动当中 才有办法去修这个德 如果我们都没办法跟人有和很和气的互动 那怎么可能修到这个德呢 所以这个基德手中 跟这个太和顺心 这个就是一个很有德性的人 他展现出来的叫做基人善行 第二 敬亚天修 一个充实德性之美的人 敬亚就是欢迎的意思 静静的等待 欢迎 自然而然的上天就会降福祿 修就是上天所降的那个福祿 就上天就会赐福给你 就一个有德性之美的人 他呢 就静静的等待上天赐给福祿 那德修品亚集 那个是因为他德慧兼修 品格自然非常的高雅 海寒春玉是指一个那种胸怀 胸怀海寒春玉 胸怀非常的宽大包容 让人如暮春风 那一种雍容 那一种气度雍容度 就是在讲一个德性之美的那一种修养 第三 英华花外 一个充实德性之美的人 展现出来的就是那一种英华 英华就是那一种 那一种看起来就是非常有才华有能力 但是呢是一个真英华 英华不只是英雄 是英华 英华就是一个很有修养又很有爱心 又很有能力 又很愿意去帮助别人 那一种充满的才华 发以外 滋润畅世之 这个滋润畅世之就是黄中通理正位集体 因为修的是太和正能量 所以德性非常的充实和美好 自然能够滋润畅世之 上至下求达天道 就是修天道由人道做起 上求活化下化众生 一样的意思 但是呢是从人道做起 上至下求 我们希望达天道 但是呢下求就是从人道 从做人道理开始 上至下求达天道 好 第四 自成贯通 一位充实德性之美的人 也可以自成来贯通天人 这个贯通就是儒家讲的天人合一 这个天地人中间有那么一个通贯 通贯天人就变成这三横中间 加一树向下来就变成王 王是人间最尊贵的 所以一个能够自成通贯天人的人 就是天人合一的人 是人间最尊贵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赡养天地正气 直探生命的本源 还能够透析道的终极 甚至能够花微深入 古圣先贤传承下来的性理心华 这个叫做深入性体 而且替力公之后 就是要求自己很严谨 但是对人很宽厚 言以利己 宽以待用 好 再来 千柔错瑞 从德修特仪 家言易行唱 辅人着意 清洒易旷野 日盛尽其德 第五点 一位充实德性之美的真英贤 自然他会展现那一种 千柔错瑞的气质 而且懂得从德修身 弃除恶喜 常说好话 家言就是好话 提倡易行 易行就是这种 我们说正义的义 也可以这么讲 义本来是美好的意思 就是常常做好事 常常做好事 说好话做好事 而且呢 宜有辅仁 跟君子在一起 相互砥砺缩 互相勉励 积人有义 所以这个就是 宜有辅仁 尊义行 清净洒脱 那种意境非常的高远 叫做无为而无不为 不会把事情放在心上 做了 不会放在心上 叫做清净洒脱 就是功臣不居了 生而不有为而不适 功臣不居 那样子的一种洒脱 亦尽旷言 日盛尽其德 自然展现出 他每天每天展现那种修德 很崇高 来 最后 席民正位 积上真如风 魂蜀同光中 充实德性之美的人 足以承接正位 能够积高上的 展现了一种 真如风 而且何光同臣以度众 他说魂蜀同光中 固结明智眷见 锦独见 固结明智就是守好 我们修到了那一份智节 明白自己所要努力的那一份愿力跟志向 对人那一份真直诚恳 叫做眷眷 以严谨圣读 就对自己非常的严谨 圣读就是那一种起心动念都要去观照 永远配命 永远都不会忘记要遵行天命 而且常常挂在嘴边讲 既圣贤智 以将为之许 将为就是既往圣结学 这个结学快要衰微了 快要没有了 所以叫做既圣智以将为之许 起贤畏花之秘 起花教育培养贤德之人 那畏花之秘 既往圣之结学 这个绝学就是那些畏花 大家所不知道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学这个百扬圣信 我们也会发现 这里面有好多畏花之秘 就是上天给我们的宝藏 我们都不知道要把它开发出来 所以要叫做起贤畏花之秘 用这个来培养教育圣贤 能尽几辟 就是很会把这些道理讲出来 让人能够了解 使道德发扬光大 最后能够发扬道德之光 好 叶利讲师帮我们再把这个内容读一遍 好 充实而有光辉之味大 前年一味宏道真如 具有充实德性之美 展现在清分美好的高尚品格 志向远大之坚持 刚大成敬合一至刚柔并济 太阁顺心 既得手中之居人善性 其次 具有充实德性之美 可敬拜天降的福度 由于德会兼修 品格自然高雅及 胸怀海寒春玉雍容度 其三 充实德性之美 亦能樱花花云外 滋润唱四驱 王中通米 正未居体 上至下囚打天道 其四 充实德性之美 可以制成万通天人 赡养天地正气 直驱探生命本源 透析道之宗旨 发为深入性体 替力公至厚 其五 充实德性之美 自然展现千荣错瑞的气质 从德修身 去除恶习 常说佳言 提倡异行 已有辅人尊异行 清静洒脱 易静旷远 日圣俊其德 提六 充实德性之美 足以承接正位 居高尚真如风 何光同乘以度重 不解明智 真智诚恳与言谨慎度 永远不忘遵征 遵循天命 帅智 帅至尾和 刚大秉战一 何顺居中居信 善信 敬亚天修 得慧平亚集 海寒春意雍容度 英华花外 知迟润畅世之 上至下求达天道 自成贯通 仰天地正气 直期探本颜 透析宗旨 花为深入体 涕立功至厚 千柔错锐 崇德修特仪 家言易行唱 辅然着意 清洒易旷眼 日圣尽其德 习明正位 习上真如风 混熟同光中 固结明智 眷眷井如间 永远佩命 祭圣将为之序 祈贤为花之秘 能尽其辟 使道得花阳光大 真的非常好 接下来是我们的白话训 今天我们要来到的是 生命的突破以超越 那我们前面讲到了 有没有跟上上天的脚步 有三个要点 昨天我们谈到做一位 真正的修道人 但是生命中有很多 需要去突破跟超越的 来 我们请文师来帮忙读一下 如果你认为有所突破 那么必定是你现在的境界 与之前的境界不同 但你如果没有先认清 你的处境是什么 那么你就可能不知道 你到底突破了什么 那再来说到超越也是一样 你如果认为你已经有所超越 那么必定是你现阶段 已经又比之前的阶段更上一层楼 但你如果根本不知道你是处在什么阶段 那么你凭感觉说自己好像有超越 那就可能你的感觉也许是个假象 好一开始我们师尊老大人告诉我们 要有所突破 一定要先知道 你现在的境界 所处的情况 那如果你觉得你有所突破了 那代表说你跟你以前 所处的情况有所不同 所以这里有两件事 第一个要知道自己现在所处的情况 第二呢你要有一种感觉就是 现在所处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 这是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说现在所处的情况 你要很清楚了解 第二就是现在所处的情况跟以前不一样 好我们打个边来讲 比如说有些人他就是没办法突破自己的障碍 老是喜欢花脾气 那突然有一天他发现他自己不再花脾气 他修太和了 和和气气对人 那就代表说他已经来到了一个太和的状态 然后跟以前乱花脾气不一样 那就代表他生命有所突破 所以这里就是两件事 第一个要知道自己现在的情况 第二要知道自己的现在情况跟以前不一样 好来小蓝帮我们继续读后面 很多人包含在座的你们 总是在生活当中而迷失了自己 连自己身处在哪种处境下 哪种阶段中都不知道 哪有哪来有突破和超越可验呢 如果因为你没有常常观照自己的状况 就像在一座迷宫般的森林里 你没有认真的思索你的起点 也没有用心的想要找出真正的错路 纵使你花了很多时间去绕圈子 你还是走不出去 如果你有做记号的习惯 你可能还会发现 你怎么还在朝一走过的路呢 人有时候就是好像在绕圈子跳不出来一样 就像那个马或是那个牛在拉那个石墨 他就一直在那边绕圈子 他虽然每天还是很努力在那边走啊拉啊 可是呢他是绕圈子绕不出去 为什么因为没有真正的突破 那这个问题就在于说 我们可能迷失在这个好像走入迷宫一样 走入迷宫按照世尊老大人的说法 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状况 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 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去突破的是什么 就是搞不清楚了 就好像人如果在人间轮回六万年了 他可能都忘了 他是在这个圈子里面一直转 轮回圈里面一直转 但是他每一次得一个人生 他可能就会忘掉了 所以要能够有所突破 一定要先知道自己的困境 好来我们来读一下困境 来业力讲师 每个人都有困境 所谓的困境就是 遍临两种同样不受欢迎的可能 你却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这是 你就是落入了困境之中 当下这一刻当中 全人类的困境是什么 整个道场困境是什么 你一个佛堂中 谈悟的困境是什么 你一个家庭中 正遇到的困境是什么 你人生规划中 目前的困境又是什么 大家不可不三思 好 所以我们师尊老大人很慈悲 他希望我们不只是想到自己 要去突破 也要想到整个道场 也要想到佛堂 想到家庭 想到人生的规划 我们是不是有在困境当中 那有困境的感觉 才有可能想要去突破 如果觉得自己现在都很好 虽然在轮回生死中 但是不知道自己在困境里面 那就没办法去突破了 好 师尊老大人对困境的解释很有意思 他说面临两种同样不受欢迎的可能 但你却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这种解释真的从来没听过的 非常棒的一种解释 就是你的选择 只能选择那种让你觉得 第一可能不受欢迎 第二可能自己也不喜欢 那虽然你觉得不好 但是也没得选 只能选择其中一个 那两个都不好 只有 应该这样讲 就好像说 这两颗苹果 都同样烂 但是只能选择其中 叫不烂的那一个 那这样子就代表说 我们是在困境中 就是说我们没有好的选择 我们只有选择那个比较不好一点的 可是还是在不好中 还是在困境中 所以要能够思考到说 我有更好的 而不是说我只能在不好的当中 选择一个 这叫做突破困境之前 我们要先了解自己的问题 好 所想见的各式各样之水果 之物 有这点看来 被困者似乎逃离不了被刑术的命运 然而 是不是所有被困者 都必须接受被刑术的结果呢 其实被困者的身份 形态众波 但看有生命之物 例如飞蛾与雏鸡 总是能依照其天性本能 擴解或或可而出 在生命历程中 若能超越死亡 则困与被困 总是代表半生与重生之迹迹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师尊老大人告诉我们说 就像困这个字 就是一棵树被极限在一个框框当中 那就像有些人在栽培西瓜 他用一个形朔的东西 他就出来变成方形的 变成其他形状 他就把你形朔你的命运 就好像被困者就逃离不了 那个形朔的命运 我们要学习的就是那种 就像猫猫虫它会破茧 它有最后会变成一个茧 然后这破茧而出 就变成美丽的芙蝶 蝉也一样 蝉它最后会变成一个茧 但是它会破茧而出 变成那个飞蛾式的那个蝉蛾 那同样 很多我们生命都是这样 那个作茧制服 有时候是自己困自己 自己被自己所形朔的命运所困住了 那这个时候要 第一要看清楚自己的问题 就是我自己给自己形朔的这个命运 要看清楚 这个茧 破茧 这个茧要先看清楚 你才有办法去破这个茧 好 今天呢 师尊老大能跟我们谈到这个地方 其实后面还有教我们怎么破茧而出的 突破生命的困境 以超越生命的困境 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好